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反映了一些社会的意见 提出了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我们一定会认真来完善我们现在的做法 今天下午已经是我自1月5日 到现在主持第六次的抗疫记者会 也展示这个疫情发展得非常急速 非常凌厉 而特区政府的应变 也是随着这个疫情的变化 不断需要更新 今天和大家交代的是 行政会议通过了的一些工作 第一就是行政会议是修订了 我们这条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 下面的规例 大家会认识的了 这条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 第599章下面 在抗疫这两年里面 是先后定立了很多的规例 regulation 我们一般称之为599C、E、F、G 今天是修订了部分这些规例 也订立了一条新的599下面的规例 这些修订是要达至下列这几个目的 第一是扩大了受今天第599F章规例 规定的表列处所 除了原有的17项处所 大家也是耳熟能场的了 包括餐饮、美容、健身中心之外 是多加入6个处所 6项的处所往后是可以受到指定和规限的 它们包括宗教的场所 商场、百货公司、超级市场、街市或者市集 理发店或者发型屋 这一共是6项的处所 修订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往后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发出指示 是延长目前已经生效 適用于餐饮处所和被关闭处所的指令 将会延长到2月24日凌晨 原本的规定期是一直到2月18日凌晨的 因为我们每14天是将它评估是否需要延长 稍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发出一个指令 将这一类社交距离的措施延伸到2月24日凌晨 而同样在这段期间就会是关闭今天新加入599F以下两类的处所 就是宗教处所和理发店及发型屋 应该是由这个星期四2月10日起生效 连同其他早前被关闭的处所和限制餐饮的规定 一直是有效到2月24日凌晨 稍后大家又知道2月24日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了 第三个目的是落实在所有受制于599章的处所 需要使用疫苗通行证 即是vaccine pass 这就是包括一项在里面的17项处所 以及今天修订了599F之下的另外的6类处所 换句话说今天加入的有4项处所 它不需要关闭 但是去到2月24日它都要是使用安心出行 例如是商场、百货公司、超级市场、街市和市集 有了这个疫苗通行证的意思 第二就是说从今年2月24日开始 所有人士进入去受限的处所需要使用安心出行 而且是要提供疫苗的接种记录 早前我们已经更新了安心出行 现在有3.0.2的版本 是更加方便地可以让使用者和这些处所的刑办人 是可以核对到这位进入的人士 是透过安心出行 也都可以再有它的疫苗的接种的记录 刚才我说过这个疫苗通行证 大体是会在2月24日推行 但是有一类的处所是我们希望先度计划 可以早一段日子 都是早几天而已 相信就是推行 那就是在餐饮处所 因为如果大家记得 餐饮处所里面有一类 其实一直都是要打针的 员工要打针 顾客要打针 所以我们也听到业界有些意见 可以在餐饮处所先是推行 这个疫苗通行证 除了用法律的规定 来到去使用这个疫苗通行证 政府也都会以行政手段 在其他的处所引入使用疫苗的通行证 这些包括是学校大学 所有接受政府资助的处所 比如一些社会福利署核下资助的 日间中心、活动中心、青年中心 也都当然包括是我们公营机构 自己的写字楼 等于现在政府的写字楼 就很快已经是需要打针才能够进来的了 第四个修订的目的是收紧限聚令 现在在第599G的规例 在公众地方的群组聚会人数上限是四人 今日的修订是收紧到两人 以前曾经试过是两人这个限制的 今日这样的疫情的严重 希望社会也接受我们要回到最紧的水平了 第五个修订的目的是首次引入限聚令 将适用在私人处所 我们会加入禁止两个家庭以上在私人地方进行跨家庭的聚会 第六个目的是提升刑罚 针对那些没有符合到我们要求它强制检测 无论是发出的强制检测的命令 或者是遗风强检测的强制检测 如果有市民是没有遵守到这些检测的命令 目前的定额罚款是五千元 将会提升一倍去到一万元 第二部分不是今天批准的 是行政会议在今天的讨论里面避息 就是它获得到我们将会进入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将会是政府会计划修订 雇佣条例 来避免在我们抗疫工作里面衍生一些劳资的糾纹 但是这个修例的工作就未完成的 劳工及福利局现在尽快会做这个修例的工作 然后提交草案给行政会议通过 然后再引入立法会讨论的 这个修订的目的有以下三个 第一就是如果一些雇员 是当2月24日或者之前在餐饮处所 需要用疫苗通行证才能上班的 但他拒绝就是他不打针 他不用疫苗通行证 于是他就未能上班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导致如果是这个雇员被雇主解雇 将在修订法例之下 不会被视为不合理解雇 unreasonable dismissal 是不会被视为 即是说如果雇员不合作 雇主也没办法 否则雇主也会犯例 第二个修订的目的就是反过来说 就是如果有些雇主因为雇员 接受强制的检疫 或者在遗风强检的时候 就不能上班 这个如果雇主要解雇它 这个就将会构成 是不合理的解雇 第三个目的就是同样 有些雇员是遗风强检也好 或者是强制在租高湾检疫也好 他就不能上班了 所以修订之后 由卫生署为这些接受强制检疫 或者是遗风强检的人士 发出的强制检疫令 或者是医务证明 medical certificate 将会在修订法例之下 被视为是合资格雇员 可以申领病假 就是一般所说的病假子的证明 这三行的措施 都是希望可以在抗疫工作里面 是可以减少 或者甚至是避免到雇员 和雇主的争论 事实上过去这段日子 这三个措施我们都不停呼吁的 但是仍然有劳工界的团体 表示很担心 所以我们为了明确这个工作 会进行这个修例 第三和大家交代 是与行政会议没有关系的 就是关于防疫抗疫基金第六轮 我们现在的进展是怎样 大家记得 我在1月14日公布推出 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的时候 已经解释 当时希望第五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是做得很快的 所以并没有涉及去立法会 争取注资在这个基金 就用了基金的余额 就撥出了 差不多撥出了 就是35.7亿元 是设计了这个第五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当时支援的是两部分的企业 或者是人事 一个就是直接受到 新一轮的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的企业 还有人事 第二方面就是那些长期处于冰封状态的行业 主要是指旅游业 这个AEF5.0我们都是做得很快的 到目前为止 所有在AEF5.0下面的计划 都已经开放了接受申请 有一些是根本不需要申请的 是按着我们的记录 可以直接派发资助额 已经开始派发 希望尽快把支援的金额送到有需要的 处所的营运者或者是个人的手上 考虑到政府因为疫情的发展 需要进一步延长 或者甚至加强若干的社交距离措施 我上星期五又提及 我们会推出第六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AEF6.0 到今天为止 大概只是几天 大家留意到了 但是通过政务司司长的统筹 和各个局部门的努力 我可以在这里公布 整个AEF6.0的整体建议 大致上是规划完成了 现在估计连同应急的款项 即contingency 我们将会是要求注资 大约260亿元 比我最初说的 不少于200亿更多 涵盖的措施是四十多项 在做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认真参考了 不少立法会议员和业界 写给我们的意见 也我要求同事 用一个更加体率的态度 来处理这些建议 和这些需要支援的企业和个人 目标是希望能够 这个范围是尽量可以涵盖 尽量可以涵盖到受疫情 和新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的行业和人事 详细有关于AEF6.0里面 40多项措施的内容 大家请再等一等 因为各位同事都还在整理 但可以说很快 因为已经和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 达成共识 这个特别的财务委员会 将会在下星期二 2月15日就举行 到时我们就会申请大约260亿元的注资 进入防疫抗疫基金 届时当然有详细 就着每一个项目的资料 我们亦会在开会之前 希望争取 在星期一的早上可以发出这个文件 届时各位记者也都可以知道 那个详细的内容 不过由于我相信 写了进来建议的人 都是很关心的 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交代 相比于第五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第六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是有以下一个特点的 我们会重新再做AEF5.0 即是受到社交距离措施 需要关闭厨所 或者餐饮不能够慢上堂食 我们会再做一次 即是在AEF5.0里面 在AEF5.0里面 拿到因为关闭厨所 或者限制营业的会再拿 而且金额会多过AEF5.0 但是特色就是今次AEF6.0 尽可能去照顾一些 它不是直接受到政府的 社交距离措施影响 不过由于经济的情况 以及其他的社交活动减少 它也是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在今次里面 这些间接受到收紧 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的行业 都会是得到支援 哪些是属于这类的行业 除了我们会在AEF6.0 再次去支援旅游业 因为它是一个冰封的行业 之外我们也会包括 其他间接受影响的行业 例如在客的运输业 洗衣业、洗碗业、职业介绍所 以及本地鱼农生产者这些行业 第二个特色就是在这一轮的防疫抗疫基金里面 我们是特别想支援和感谢 有一些在第五波疫情之下 我说紧守岗位、不辞劳苦、肩负重任的前线人员 他们是参与抗疫的 主要是属于我早前已经在Facebook提及的基层员工 是参与环境卫生和保安的工作 即是清洁的员工和保安的员工 亦有一些是他日常工作 面对高暴露风险的特定群组 例如在机场里处理货运的员工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很实在告诉大家 在防疫抗疫基金第六轮里面的津贴额 将会是每人每月2,000元 而且是为期五个月 即是由2月开始发放一直到年中 这五个月每月2,000元 总共是1万元 相对于上一轮做是多的 上一轮我们每个月1,000元 就是给7个月 而且这次我们是不会分 上次应该是没有分的 无论这些清洁工、保安员和政府服务 即是我们的合约承办商 或者是和私人的楼房服务都不分 所以如果它是受聘于一些私人的物业管理公司 都可以得到每月2,000元 一共是五个月 第三点的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听到 很认真听到不少立法会议员和工会领袖 都说这波疫情来得很急 很猛 本来已经是 趋好就业的情况又恶化了 好了大家记得在12月底之前 香港的就业情况其实是大幅改善 是3.9% 这个失业率 但是这波来得这么猛 我们关闭处所又这么狠 所以是很多人就因此是首庭口庭 就是短期或者临时失业的 所以经过我们考虑 今次在第六轮的抗疫基金 可以说是突破思维 我们将第一次就是计划 向这一批 自第五波疫情以来 短期或者临时失业的人士 包括合资格的自雇人士 提供一次性的一万元的支援 但是操作上是一点都不简单的 所以要给多些时间我们做好一些操作 我们才能够宣布 是怎样可以将这个 对于短期或者临时失业人士的 一次性的援助来发放 我刚才说了 AEF6.0这个注资额是260亿元 里面是有20%是应急的款项 每一期的注资都有应急款项 因为会突然有一些的诉求 是需要处理的 但是这次是很明显 是倾斜给个人的 在这200多亿里面 就是扣除了应急费用里面 我们现在评估是大约六成 即是60% 是用在人那里的 就和往时是有点不同了 正如我刚才说了 我们已经得到财务委员会主席的同意 将会在下星期二 2月15日召开财务委员会特别会议 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的确诊数字是飘升 有人也会担心要过千 甚至过万这些数字 我们也看到地域的分布非常广泛 所以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疫情环境 但是无论如何 政府和我们的抗疫团队 包括我们的检测承办商 我们医院管理局的医护人员 我们全部都会全力以赴 我希望或者我恳请市民 也都要齐心抗疫 帮忙做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大幅减少出外 令到社会可以停一停 等到我们有这个时间和空间 来做快速的发现 从而可以快速处置 无论是检疫、隔离或者治疗 都可以第一时间 处理到这些早发现到的感染个案 第二亦都给我们时间和空间 可以通过大规模推行这个疫苗通行证 提升这个疫苗的接种率 特别是长者 最终我们当然希望可以保护到 全港的市民 可以保持到我们的医疗系统 不会崩溃 也都希望能够尽快给香港市民 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 我交代到这里看看大家有什么提问 现在是晨午时间 想发问的记者朋友请先举手 叫到你的时候请说出你代表的全民机库名称 然后用我们给你的麦克服发问 后排中间的那位男记者 林坦你好 NOW TV 想问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说现在商场都要进入打针厨所 其实很多人家里都要经过商场 特别是例如将军澳一些屋苑 没有打针是否连家里都回不了呢 第二就是现在很多厨所都说了2月24日就要开始打针才能进入 但是疫苗接种中心现在是有限的 就是每天都排队 时间只剩这么短 怎样可以确保要打针的人都可以打得到呢 第三就是刚才都提过 说要禁止这个跨家庭聚会是怎样可以实行到呢 就是执法上怎样执法 是不是执法人员可以随时敲门就可以进入市民的家里 私人的厨所这样呢 如果不是怎样确保可以执行 其实现在这么多这些 刚才你也提到是一些严厉的措施 其实整个社会和戒严的状态 其实是否不算差很远呢 你觉得 谢谢 三条题目 我想说我们稍后在4点半 这个惯常卫生防护中心和医院管理局的记者会 安排了成为及卫生局的常任秘书长 是负责卫生方面的陈重青先生出席 他正正就着这些修订的规例或者新的规例回答大家的问题 因为他比我更加熟悉 今早他也是在行政会议回答过类似的问题 所以有关于执法的问题就请稍后可以向秘书长提出 但是你可以留意到我们现在的措施 没错 是要非常之猛烈 非常之强力 希望可以用这个空间和时间提升疫苗接种率 从而可以令到即使有一个传播力很强的Omicron 但是因为打了针出现重症的风险是低很多的 我想你看过那些文献是低很多的 所以是令到我们可以保护到那位人士 通常是长者 也可以保护到香港的医疗系统 两年前第一次和大家交代抗疫工作都是这番说话 我们一定要保住香港的医疗系统 而这两年来我们在香港并没有出现过 很多欧美国家在电视那里拍出来 在新闻那里播出来 医务人员疲于不命 ICU爆棚 很多要吸氧气 诸如此类 所以保障香港的医疗系统是最符合香港的利益的 所以就是需要打针 或者你说俗语所说要谷针 我们真的要推高这个疫苗的接种率 但是我们没有用到现在最新有一个欧洲的国家 就是要强制要立法强制来打针 我们并未去到这一步 我仍然相信香港市民在我们的呼吁鼓励 再加上一些不方便 我们现在只是令到它不方便 你如果不打针 你是会少了很多选择 我不知道你说的情形是不是一定是这样 但是我相信它会不方便 如果它不打针 不能经过商场回到家 它一定不方便 可以找到另一条途径走的 所以没错 我也不会违避 我们正在用很强力的手段 因为要保护香港 我们正在说疫苗通行症 如果翻查记录 我早于一月中 在农历年前已经说了这个日子 你记得我当时正正就是说 为了给时间市民打针 因为早前陈肇始教授说了 我们想在农历年前实行疫苗通行症 但我们内部再评估 正如你刚才说的 是要给人家一些时间打针 虽然现在第一个要求的疫苗通行症的定义 是第一针 这个第一针你明天可以打 后日可以打 23日也可以打 我们不是说要你打完两针 所以现在赶不及了 打第一针的时间还有 还有不少的时间 但今天才是2月8日 而打疫苗的地方现在有能力 我想你可能混乱了那个检测 我们每日有6万以上的打针能力 昨天是少有在过去4、5个月第一次 是打到7万 往时都是4、5万 但我们仍然可以增加 聂德权局长不断都在找地方 再加上这些社区的疫苗接种的地方 而在私人的医务所那里也可以打 所以这个并不存在这么急 这么短的时间 我们已经给了很充足的时间 但是疫情不等我们 Omicron不会等我们慢慢打完针才来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2月24日是一个 说了一个多月的日子 政府就要落实执行 至于第三个家庭聚会 你稍后问陈碑书长 第二位记者当然是发问 后排最哪位男记者 特首香港电台 首先想问夸家庭聚会 想知道现在其实也有不少的长者 可能是独居等等 他们的子女如果是要探父母 这些情况 是不是都不可以夸家庭聚会呢 还有会不会有一些豁免当中的考虑呢 另一件事想问一下 譬如商场 刚才虽然你说 那个执法那里可能要问局方 但是会不会在初步的执行上 其实要想象都是很难 去一个这么大人流的地方 去逐个顾客去看到他们 那个疫苗的记录 在实行上面是否可行呢 第三件事想问一下 就是交通工具那里 当局你之前也有说 其实当局都有考虑过 在交通工具那里实施的疫苗气泡 是不是在初步考虑之后 觉得实行方面不是那么可行 所以不推行住 还是再迟一点 等到你们考虑有方法的才推行 谢谢 第一条题目 正如刚才答NOW TV的记者朋友 都是要等一会被书长和大家说 但是我们在强力和严厉的时候 都合情合理的 我们都有要考虑市民的实际需要 所以等一会儿你看到那条规例 你会比较清楚 第二就是在执法那方面 是有两种的 有一种是主动的执法 有一种是被动的执法 主动的执法将会是适用一些 譬如原本在599F的厨所 譬如你进去健身中心 应该不难 要查你的安心出行 和打针的记录 尤其是现在有一个新款的安心出行 是很容易的 这些是主动我们要执法 每一个人进去的时候 是要去使用 也在厨所那里是要知道它有用的 有一种被动的执法是要用的 但是就不会主动来到去检查 但是会抽查 公职人员会获得授权 去到这些适用于被动执法的地方 例如商场 例如超级市场 那里我们会抽查 如果抽查的时候发觉你没有 那到时才会采取行动 而这种被动的方法 其实每天都在用 就是身份证 我们都要求大家要带身份证出街 但很少会主动在一些厨所 叫你拿身份证出来看 有时候要抽查 有时候有一些特别的事发生 那执法人员就要你拿身份证出来看看 至于交通工具的处理 一会儿你会看到那个规例 正正就是这样的 我们是有改造那条规例 就是说在针对疫苗通行证的新规例 是一条新的规例 是会纳入了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 但是暂时不会引用的 因为事实上它是更加困难 不是只是执法的困难 而是市民日常真的要用公共交通工具 包括去打针 它都可能需要交通工具 所以暂时我们是不会引用 在规例里面已经给了食物及卫生局局长的权力 但是日后如果情况很严峻 到时已经有个法律基础 是可以透过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发出一个指令 就可以落实得到 第三位记者 或者我们问多两条 后排中间那位男记者 特首你好 香港01Anthony 有几个问题 首先想问一问 关于政府现在的检测策略 看到政府针对一些确诊大厦或污水晴阳性的处所 对不起 我不听到 可能大声点 你要是慢一点 你要是看着我 要是你看着下面我更加听不到 听不听到现在 好一点 想问一问 关于政府检测策略方面 因为我们也看到 政府针对一些确诊大厦 和污水晴阳性的处所 我觉得是一些定点检测的方式 包括维峰强检测 但是其实这个方式 都持续了几个月 我们都见到 疫情似乎都未缓和 甚至又恶化 其实都想问一问特首 你觉得现在这个定点检测的方法 还行不行呢 未来确诊数字几何级上 会不会参考一些专家 或者立法会议员的意见 做一个区域性的大规模的检测 例如针对现在 五个疫情比较严重的区域 做一个大范围的检测 第二个问题就是 想问一下 就是关于检测量的方面 特首之前都说过 未来我们可以做到 每天三十万次的检测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似乎是采样量 是追不上检测量 每天检测中心都大排长龙 就想问一下特首会不会考虑 就是向中央请求 就是向一些 疫情没那么严重的省份 做到各省援港的效果 就扩大本港的采样和检测量 果断地进行一次大的检测量 第三个问题 就是想问一下 是关于刚才的失业援助 那个一万元的支援 我们看到政府也打算 修改这个雇用条例 就是说 不打针的雇员被解雇 就是简单来说 可以容许解雇的 就不违法 但是就 与此同时 失业的人又可以 有机会申请这个 失业支援 那想问一下 其实审查的方面 是会怎样处理 还有如果这些 因为没有打针 而被解雇的人失业 他们有没有资格 去申请这个支援 检测的策略 是不单止你刚才所说的 其实检测的策略 是风险评估 就是 看看摆在哪裏 将我们的检测能力摆在哪裏 是最有成效 可以找到一些 确诊的个案 从而切断传播链 那怎样去找到这些地方 来做强制检测呢 就当然是 如果它已经出现了 有些感染个案 譬如在这座大厦 或者这个小区 已经出现了 有确诊个案 或者这个工作间 已经出现了 有确诊个案 那我们就做强制检测 由第五波 就是一月头开始到现在 由这种方法 做强制检测呢 是发出了 1575个 命令 我想给大家知道 那个量是多大 第二呢 就是针对的 处所 无论是在这个处所里面 又是出现了一些个案 因为我们做追踪的时候 会追踪到 原来有个确诊个案 曾经在这里出现过 或者在这里住 或者是探过朋友 又或者在我们现在全面铺 可以涵盖超过500万人口的污水检测里面 发现有阳性 但当然了 现在是做不到每个阳性的信号 我们都去做的 因为那些病毒量都有高有低的 那个数字有时跟相差 可能是几百倍那么厉害 所以在那个 由于污水的阳性 我们又去做检测 但检测都不是一定是用RTD的 我们有时遗风检测 有时是强制检测 有时是派自己做的快速的检测 至于你说大规模一个区的检测都做过 我们在屯门做过完检进检 以20万来做的 在深水埗都做过 这些是比较大规模的完检进检 等于当日的社区普及检测 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些检测的策略 其实帮我们找到不少的个案 但今次的爆发的程度 一来由于Omicron的传播率很快 亦都有一些环境的传播 有一些空气的传播 所以这不是香港独有 我想如果你每天去看看这个网页 就会发觉很多地方 其实都是受到Omicron的传播 那些个案是飘升得很厉害 所以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检测 比如我给你一个例子 我们做了自第五波开始 一共做了直调到今天89个 遗风抢检 检测的人是12万 12万多些 那我们找到出来的 就是0.22% 因为12万里面 现在测试了大概9万7千个样本 找到的确诊个案 就是阳性个案 212个 那我相信效益一定比你审到全港 都是 或者做一个愿检 尽检自己来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任何我们有能力 也都可以安心 让市民知道有一个检测的方法 可以让他们用 所以这种策略一直到现在都是 不错的 我们要继续用 但是量是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事实上需要进行强制检测 遗风检测 软检测检的地域是越来越大 所以这里有一个供和求的问题 求那方面 就是Demand for testing 你留意我们今早凌晨1点多的时候 就是经过卫生防务中心研究 看了Omicron的传播和潜伏期 我们修订了强制检测的频率 由以往的三次修订了两次 就是头三天做一次 第四到第六天又做一次 那这个已经减了三分之一的检测量 亦都对市民来说 减少了很多不便 但是科学为本 这个是可以做的 至于那个供应方面 就不断地增加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要等到20万 因为今天已经严厌20万以上 过去三天每天都超过20万 但是要令到这个20万 30万是可以持续的 是需要增加设施的 所以我们有9个检测的承办商 大家都很努力来增加它的检测量 那个限制不仅在採仰的 是整个程序 就是由动员去到一个流动站那里 来到去设立 然后就要维持秩序去採仰 到要运输送回到实验室那里去到检测 然后要做回报告 是给卫生防护中心 然后再将阳性的个案 又送去卫生防护中心 或者卫生署的公共卫生化验所 是整个流程 我们都需要检视每一个环节 来加强能力 现在正正我知道 政务司司长 就是处理着这个问题 因为今早行会 一方面是很鼓励我们的工作 但另一方面也是反映了 市民现在最有些怨气 就是排队 所以现在就是在研究中 也不是研究的 就是推行一些减少排队的地方 中央的支持 我今早告诉大家 中央说只要提出 就一定会是支援的 我们也提出了一段时间 也在接收这些支援的 比如这些我们的检测承办商 在实验室里面那些化验员在哪里 都是内地来的 都是在深圳 就是一批一批地过来 等于当日2020年9月 都是五百多人 就是来自两个省 和广西的自治区 就是五百多个检测员 今天一批一批来 我觉得这个量是没问题的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实验室 包括火眼实验室 是需要有检测员 内地是可以来的 另一个向中央提出 中央也是积极马上回应 就是去购买这些RAT 这些快速的抗原检测包 亦都以百万计买了 亦都在等时间送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很聚焦 中央帮我们 在我们需要加强力量的位置帮我们 是更加有成效 所以会继续按着这个方法来做 至于那个临时失业的援助 你提出的问题就是 正正为什么这么久都想不通 因为任何政府的公帑支持的计划 都是要很小心的 都会可能出现没有办法查核 或者是会被滥用的情况 所以过往一段时间 我们都说如果是失业的人士 就用回政府的现有的支援 譬如社会保障 宁愿在那里扭松一些条件 但今次你记得我刚才说 是在12月底之前 香港的就业情况是好的 如果在10月底之前都失业 就真的要靠那些众援 其他来支持 但12月底 就立即有一个Omicron的新一浪 就真的立即失业了公会 所以公会形容给我们 这些是搜厅、口庭的朋友 所以我们今次是破格思维 是预计了可能在审查方面 会出现一些困难 我们都尽量去做 我们就不会计较它 是因为什么而搜厅、口庭 因为不能计较 总之我们是找到的方法 现在看来可能是用强职金公款 即是他一直有公款 12月没了公款 即是没了份工 于是他就是失业 希望短期失业 情况一好回 我们又见到好像去年下半年 就要聘用人 以及根本聘不到人的情况 我们就会向他发放支援的金额 今天最后有点问题 后排白色衫 各位女记者 特首您好 我是点新闻的记者 想请问一下 就是您多次指出 本港必须加快疫苗接种 但是现实长者接种率最不理想 其中70岁及以上长者的 接种率不到50% 所以想请问政府 会通过哪些具体的措施 来提升长者的疫苗接种率 此外之前政府曾通过外展队 深入社区帮助市民接种疫苗 这个效果都非常的好 所以想请问政府会不会继续沿用这个措施 然后其次在小童方面 其实有不少家长都会对年幼的小朋友 接种疫苗接种疫苗 充满顾虑 所以想请问政府在这方面又有哪些宣传或者应对措施呢 谢谢您的问题 目前来说我们首要的抗疫的手段 这个接种疫苗还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特区政府会不遗余力的去推动这个疫苗的接种 现在整体的疫苗接种率 以手机来计算是大概和这个人口的80% 但是从年龄的分布群 就是一老一小就种的不好 小朋友的问题跟老人家的问题不同 小朋友因为是最近才让他们打针 是吧 最近才让12岁以下 5岁或者以上的孩子可以打针 而且这个我们也同意了 有些这个学校的建议 应该这个我们的外展的队伍的学校跟孩子打针 以前的疫苗都是这样打的 但现在又没了上学 所以我暂时我的重点不是在孩子 我目前的重点是在老人家 郑宇你刚才提出 现在7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的接种率是不到一半 人口大约有50万还没有打针 70岁或以上的没有打针 那你问用什么措施来鼓励 或者是方便他们打针 还是有几个方法的 一个是我们大概有8万的老人家 而且是比较体弱的老人家 住在安老的院舍 所以现在他们在安老院舍打得还要差 大概不到25% 所以我们就动员了很多一些外展的医疗队伍 我们英文叫VMO VMO 就请他们到每一个安老院舍 就请他们到每一个安老院舍 为老人家做一个检查 要是认为老人家是可以打的 我们就按照老人家愿意打就给他打 不再去每一个再问他的家人 他的孩子愿不愿意老人家打 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 我很高兴听到刚才一个安老协会的主席 陈主席他也表示最近在院舍里面的老人家 希望打针的比例多了一倍 那是非常好的现象 我们会继续安排一些医疗队伍到安老院舍去打针 我也在这里呼吁一些私家的医生要帮帮我们的忙 因为我们的卫生署的医生已经太忙了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再去打针 所以希望一些西家医院西家诊所的医生 能安排到一些安老院舍为他们检查打针 我们是会付费的 我们除了付这个疫苗费 我们很愿意付一个津贴什么什么的 来方便这个老人家打针 第二个问题就是 第二个措施就是 你刚才说的 有流动队伍 有流动车 就到一些比较老人家多的地方去打针 这个也有一些成效 我们会再按实际的情况增加 第三是老人家他说他不懂去预约 因为要到网页去预约 所以现在所有的社区的接种的中心 不需要预约的 每一天他们都有一个额是不需要预约的 这个额现在只派给老人家 你不是老人家你不能拿这个不需要预约的名额去打针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每一个市民 你家里面有老人家 你有父母 你有认识的老人家 他在这个邻居的帮忙他们推广这个打针的好处 所以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希望在未来一段很短的时间 能把长者的接种率把它推高 那么我们就有希望可以保护到 不单是老人家也保护到香港的医疗系统 这个是抗议里面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好 多谢 好了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他想一个英语的问题 我答应一个英语的问题 好的 先生 你好 先生 从RTHK Alfred Sidd the secretary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earlier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no plans to make real name registration a must for the leave home safe app does the vaccine pass scheme effectively make a real name registration for the app compulsory now and secondly regarding the ban on private gatherings among different families did you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licies impact on people's normal lives and mental health and how can authorities enforce the rule and thirdly some of the entrances to the housing estates are inside the shopping malls how can unvaccinated people return to their homes under the vaccine pass planned and will there be any exemptions for those who might not be physically fit for vaccination and lastly you talked about the need for Hong Kong to buy time to ensure the vaccination rate is high enough earlier does the government have a target vaccination rate and is there a point at which the government may consider changing its dynamic zero COVID strategy Thank you There are a few questions Now first of all in the new addition of the leave home safe which also contains the person's vaccination record that will provide a much better tracing capability because on the vaccine record we have far more personal data than on the leave home safe which does not require the individual to provide the personal data so once we introduce a vaccine pass we will have the record of the individual who goes into this venue in terms of the personal data which will help the tracing that's why I noticed that one of the electrical members has described this move as killing two stones with one bird that's true I think Now issues about how are we going to apply and enforce the new regulation on prohibiting more than two households in a private place you will have to ask the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help later on but I hope you realise, I hope we all realise that the time has come for Hong Kong to take some tough measures and every measure that we now introduce has been undertaken in another jurisdiction including some places and countries which are very proud of their human rights their democracy and so on they are doing all these sort of things because this is about life public health prevails very often the individual freedoms but we will not make any individual in Hong Kong who simply could not live so there will be exemptions there will be compassionate treatment for this and that but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I could not comment About a target I have already set a target some time ago I said if we could do first dose around 20,000 every day then by the 24th of February when we introduce a vaccine pass we should have very close to 90% because every 20% every 20,000 people taking a first dose on a daily basis will add 0.3% to the vaccination rate and we are now 80.3 18.3, 18.4 and we still have 2-3 weeks to go so let's set at least a common target that let us reach 90% when the vaccine pass become a common requirement in Hong Kong and then we move on to beyond 90% and within a 90% we need to do much better for our elderly population which is still now just below 50% for those aged 70 and above and until all those things have happened we will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current strategy of trying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or what we call maintaining this dynamic zero regime but when vaccination rates increase when Omicron disappears and other things happen then of course we will continue to revisit our strategy but nothing will change our commitment to safeguard the life and the safety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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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